杰宝 你知道我们来干什么的吗 我说知道也不知道 他说你挺横的 你又想过你又惊陷吗 我说没有小瓜 啥话不说就开始截我的手表 抽我的腰带 抽我的鞋带 来之后 叭手桌子就给我放好了 放好了之后把我从另外一个车 推上去 然后我 自己的车 就被他们开着 把我拉到我们小区 去搜我们家 然后我到小区门口之后我说 这个小区都是这么多属人 你不能这么干的 因为带着手桌子嘛 他拿我的外套然后把手桌子 缠了几圈 让别人不要看着 到小区之后 老头老太太 然后各种叔叔阿姨盯着我这么看 想跟我打招呼又不敢欲言又止的 因为后面 有我们大地的派出所的 然后有外地来的 那一年其实 有20多个地方的警方 听见我们的资金 然后 调查 偶尔呢有些警方打电话 让我过去去他们那接受问话 我都提前一天到 到了之后我先自己晚上喝一顿酒 因为我知道 可能这一部小区是我最后一顿酒 到了家里之后 门打开 他们搜了衣柜 然后电脑最后都拿着走 到了高铁车站的时候 兄弟们 高铁车站 整节车厢就我一个人拉着黄线 你们能想象到那种身世浩大吗 证据不足 不与力验吗 37天之后出来 我记得那天下午 四五点从开始走出来之后 我妹妹接着我 她过来她不敢跟我说话 她就盯着我看 因为 我跟个野人一样 头发那么长 头子那么长 然后我妹妹拉着我去 剪了头发 那个理发师都看到了 从开始走出来的这种状态 因为你满身都是那种灰烬的感觉 你们懂我意思吧 出去吃饭 在出租上 我就开始联系新的生意 听见偷的跟我妈发消息 发语音说什么 我感觉我哥被关封了 因为 他跟对方打电话 又在联系生意 说说笑笑的 感觉好像什么事没有发生了 在语音里面我就听见 带着哭枪 跟我妹妹说 你照顾着人 怎么着怎么着的 当我回家之后 我妈是一个挺怕的人 最少 在那个世界上 然后受了几十斤 我是进去二十多天之后 我妈才知道的 我记得在我们大部派出所还关了我一晚上 第二天把我从派出所院的老师带走的时候 我一看 我们家里人在派出所正门口 站了一圈 然后我跟我们家人之后说我没事 就过去毛一段时间我就回来了 然后我爸这话一说之后 我们家里包括我哥比我大九岁呢 我亲哥 咔就开始哭 然后我就突然不回的 我就从 这个警察上去 当警察从派出所没有开出去 我这个眼泪 呱呱呱呱呱呱呱吓 我记得警察几个帽子 叔叔就对我这么开 开着我的肩膀说 没事没事 兄弟们做生意嘛 没办法 希望你们也不要经历这些事情